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又和大家繼續去誤解肚年運程 怎樣誤解? 沒有的,十二生肖來來去都是那十二隻 然後他說,今年你會發生什麼事? 哎呀,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口會這樣 好像昨天這樣算得到 看蘇文峰的運程,看到Dudu姐就會大肚 李家欣會和一些長輩縣,伏合那些 有沒有這麼離譜呢? 當然沒有,當作是花生吃一下 請大家給一個like、支持 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長進十二生肖經過麥寧玲的手筆 估計娛樂圈會很大 我們繼續誤解一下 先說一下熟套的兔子 有什麼明星熟套?姜套 蛇絲套和湯樂套 他們三個都是套 想不到三個竟然是同齡 姜濤原來扮年輕 本命年是否一定好呢 財運起伏大 姜濤賺很多錢 今年會不會賺很多錢呢 因為肥了 肥套應該是好東西才對 但如果你看到一隻套女郎太肥 可能會被彈中賺不到錢 幸好她是兒子 蛇絲曼可不可以呢 今年下來了香港 可能真的跌了不少錢 大陸當然會賺錢多些 不過不要緊 每個人都爭取回來香港 財運起落大 湯樂文會不會有一筆橫財要花 即是一筆錢要花 即是結婚那些 不是自己花 馬國明有些錢 我講一下感情方面 有桃花臨門 蛇絲曼和姜濤可能有拖泊 不過她說是短暫 即是散拖 蛇絲曼和姜濤 可能被人照顧 短暫浪漫 聽到很多秘密 健康方面很差 他們說睡也睡得不好 失眠傷風感冒也有問題 幸好不是Omicron 越來越管 叫他們小心點 不要爬山滑雪 有什麼危險性高的 全部會出現 說說熟龍的朋友 有劉青雲 梁永琦 和蓮詩雅 開泰瑞 又會出現重大的變化 事業方面 打工如果是男的老闆 都會有機會晉升 三個都沒有關係 三個都沒有關係 感情方面女人比較好 魅力四射 梁永琦 隨時可能有外語也不太好 魅力四射 連詩雅 她剛才結婚 這麼快又說容易有人喜歡 美女一定是桃花勁 她說 單身的男士 桃花未及女士旺 不關劉青雲事 她的桃花都是這樣 只有一個 另外再說 屬蛇的朋友 有郭富蛇 謝安蛇 和蔣家蛇 那些三條蛇 普普通通 平穩的運 郭富蛇已經可以了 叫她不要高風險投資 如果不然很容易虧 另外看看感情運 有機會脫單 郭富城 謝安琪 桃花重 會不會有婚外情 這樣說法 嘩 如果這些爆出來 就糟糕了 跟陳奕迅 我說郭富城 謝安琪 蔣家文有望可以出撲 三十多歲 不知道她男朋友是誰 聽說可能是有錢仔 好 她說健康一般 有地喪和喪門影響 小心老人家健康 這是廢話 真的是廢話 告訴你 那些地喪喪門 她說 小心老人家 然後有個女人 買了不知師傅的書 在街頭見到她做街坊 然後說 師傅你好準 看了你的運程書 我今年真是甚麼 我媽走了 守校 沒錯 沒錯 沒辦法 當然沒辦法 你去搞白事的家屬 十二生肖都有 你一個喪門 你猜每個人都喪門 這些都是多如說的 你猜每個人都熟舍嗎 這些不用理會 你的痛苦 人的痛苦 是建基於一些錯誤的幻想 接著講講熟馬的朋友 這個熟馬有三個 楊詩琦 張希文 和Date Date是一隻黑馬 破太歲 移動不移政 每個人都會很活躍 張希文沒見很久了 可能今年會出回來 因為見新年 就立即頻頻出來 有新聞出 阿Date 阿Date當然不會停 馬不停提 賺錢 楊詩琦也會吸金 主動吸金 嘩 財運方面 她說 什麼 財運也會破財 所以要搞大事 楊詩琦會不會想著 和我老公放出一個喜酒 因為你們還未放出一個結婚 可以叫做破歡喜財 應驗了破財 賺回來也要 免得被人破了 叫你不要高風險投資 事業運方面挺好的 看到他們 但是怕瘋狂態度遭受攻擊 但是做藝人又不可以低調 嘩 桃花暢旺 楊詩琦會不會除了虛擬老公之外 又多了一個真實老公 暫時還未知她老公是誰 不知道你是誰 當你沒有了 找人追求你 可能楊詩琦有些虛擬婚愛情 婚愛情還要虛擬 大家熟什麼 熟什麼 熟馬 大家自己小心 另外又說說其他的生肖 例如熟雞 熟雞有誰 就是古天雞 有一個陳志雞 Yoyo雞 和Ian雞 都是雞 熟雞是怎樣 沒有人幫到你 單打獨鬥 MIRROR十二子 Ian沒有人幫 很容易得罪權貴 古天樂會得罪權貴嗎 有人得罪古天樂 古天樂本身就是權貴 熟雞 代人處事 適宜額外低調 不低調不行 陳志堯要打開胸口才有飯 高調開 竟然叫他收收賣賣 師傅叫你收就收 免得太濫暴露 衝貴稅 財運方面 較多意外支出 事業方面 可能會轉工 咦咦咦 不是說 Ian轉工 Ian轉工 就會退隊 會不會單飛發展 MIRROR 會不會拆團 這真是大的寓言 移動不移靜 古天樂 有受傷的機會 腰室手腳關節都容易受傷 感情方面 單身一族 有桃花臨門 他說 關係始終短 短的 不要搞了 有桃花臨門 那怎麼辦 那就是冒水 沒話可說 怎麼這麼搞笑 在熟雞那裏有古天樂的照片 熟狗那裏有古天樂的照片 究竟古天樂是熟雞還是熟狗 我們怎麼搞 知道搜集的報紙 真的好笑 不知道古天樂是熟什麼 熟狗的有李佳心 有何依庭 李佳心會怎樣 財運出現新合作的機會 即是要拍攝一些新的明星仔 你是不是看了別人的新劇 拍了馬德宗 新的有新合作機會 只是說 有上司老闆照著 挺好的 感情方面 單身一族感情也有發展 透過長輩介紹也有機會脫單 這樣 李佳心的感情當然好 還用你說 如果套年有機會結婚 李佳心今年有機會結婚 這麼厲害 你信不信 不知道 有什麼所謂 也不關我們事 說說還有什麼運程 熟套 不是熟套 已經說了熟套 說說什麼 張志恆也說 這個語言好笑 張志恆容易受異性拖累 你這樣說他老婆 這些 看了答案 這個寫法 熟珠的朋友包括五仔 江美珠 江美儀 陳柏珠 陳柏宇 還有Anson Lo 三個熟珠運勢 平穩 做事都得心應手 我也覺得是 但是有很多應酬 人緣有幾好 這樣說 財運穩定性明顯較高 穩穩定 我還想爆上去 那怎麼辦 始終沒有財星進駐 所以收入就不會大幅增長 不要啊 說到套年 屬豬的事業 要調整目標 就不要期望有重大突破 這樣嗎 我聽你講 我不是不用做嗎 我覺得屬豬今年都有人發達 不相信你 神經病 你叫我不要博 我又要博 如果直屬上司是女性 直屬上司是女性 對方容易 感情方面 新一年感情會平穩 脫丹者不妨多出席 那些約會可能有好感的異性出現 江美儀可能有辦法 Anson Lo可能有兒子 真是發達 兩個桃花都不錯 那就好 有新希望 但健康方面 她說飲食過量 有腸胃不適 以及體重上升的問題 咦咦咦 墨寧寧 有辦法 吃多了東西會肥 你也知道嗎 哇 讀卦書 她說吃東西過量會腸胃不適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是嗎 我也教人吃七分飽 她告訴你吃飽會掩住肚 哇 這些真是肺腑之言 她說甚至吃多了會引發膽固醇 還有高血壓 哇 那你說健康還是生肖 這些是常識 騙字數 她說建議熟豬 不是熟豬 是熟豬 建議熟豬的人 多健康管理 飲食清淡行常運動 那不只是熟豬 十二生肖都要 這些都不是風水 這些是健康健身教練的 好 她說要定期做身體檢查 保平安 另外呢 怎樣 白虎入主 因著撞 哇 因著有些刀傷車 我們要捐血洗牙化解立 哇 她說熟豬今年會被動物所傷 被動物所傷 有什麼動物 她說會被奔釘蟲咬 動物所傷 哇 是這樣的 很害怕 被蚊針怎麼辦 白蚊衣 她說對不熟悉的動物 不要過份熱情 以免被狗咬 另外是熟豬的 有什麼人呢 陳衛豬 即是鼠衛林 還有 朱志恆 還有Edan 都是熟豬的 形態碎 好壞參叛 兔年一得一失 有新朋友 舊朋友 好像一般 被口是是非 甚至爛桃花前身 哎呦 朱志恆有爛桃花 回大陸 老婆是文文 哎呦 哎呦 她說受異性拖累 哎呦 哎呦 究竟是上面的異性拖累 還是下面的異性拖累 互拖都可以 熟悉的朋友 容易受異性拖累 而金錢損失 哦 那就是 人家說 我老公打我啊 我的iphone 掉爛了 你做明星 那麼有錢 你買一部給我啦 那就是異性拖累 然後金錢損失 自己就認了我掛他 好容易中 那些 我封城都沒生意 先生招多兩百元小匯啦 那些 我搞得你不舒服嗎 這些都是異性拖累 而金錢損失 人員暢旺活動頻密 難免會有較多交際應酬開支 叫他們小心點錢 陳偉林又不怕 陳偉林是無限金錢的 Edan也很有錢的 我想都是提醒阿朱志恆 沒有錢給小費 就不要拒了 知道嗎 他說十二生跳當中 最爛桃花是屬鼠的 哎呦 這次真是 最多爛桃花就是你了 他說 以有對象 以婚者不宜對異性過份熱情 這個人都適合 難道有對象和以婚者 要對異性過份熱情嗎 這些也是 他容易有三角關係 哎呦 陳偉林有機會有婚愛情嗎 如果這樣 今年 哇 恭喜了 那麼糟糕 不是說 這些只是用來寫標題都爆炸 說熟牛那些 有誰呢 陳偉是熟牛的 還有周秀牛 周秀 周秀乳牛 以前可以這樣形容 周秀牛 真是夠瘦來的一隻牛 不是乳牛 張家朗也是熟牛的 沒有吉星助力 熟牛 一分耕耕一分收獲 凡事格外謹慎 熟牛者 要依靠人脈外力而得財 凡事須要親力親為 不宜設定目標太高 又經常叫人不要投資 這個麥玲玲 哎呀 做投資的人都不知怎麼辦 熟牛那些新一年有輕微的晉升運 升少少 陳偉是否有機會拿事後 上次只是差一點點 感情就說沒有大突破 情侶關係上算平穩就算了 挺好 平平穩穩平淡是福 熟牛那些 要關心身邊另一半的健康 另一半你也說了 說完老虎 老虎又不現早 黃君興 還有一個叫魏晉生 犯太歲的狀態連續犯太歲 財運就要自己快快去賺錢 他說 不如對財運有太大期望 哎呀 真可憐 黃君興我最喜歡他 現在說做恩子丹的戲 都是 即是說他搶鏡的 不過好像又不是女主角 真是 慢慢來吧 但是 桃花也是不屬於太多 屬苦的就真是 只有個亡字 情慾淡薄 說他今年 哎喲 這樣怎麼辦呢 但是容易受傷 尤其是腰 厲害 你不說手指尾 腰是容易傷的 因為有病符和亡神 空聲入主 會多傷風感冒 喉嚨痛皮膚痕 哎喲 這樣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今天花生炒到這裡 不知道他准不准 下次再見 拜拜